吃过一次就忘不掉的纯素七鲜菇拌面 吃了还想再吃因为真的太香了 七种新鲜菌 杏鲍菇绣蒸菇 香菇蟹味菇虫草花 还有鹿绒菌和海鲜菇 先简单处理一下 把香菇切成薄片 杏鲍菇切成丝 绣蒸菇洗干净以后用手撕成小朵 蟹味菇对半撕开 鹿绒菇也是对半撕开 撕成细条 海鲜菇一样的对半撕成细条 一小把秘密武器筋补换 看一下这满满一大盆菌菇 我们先把平底锅烧热 放入适量的橄榄油 把七种鲜菇全部放进来 先把它们煎一煎 煎的时候先不用着急翻面 菌菇会吸出非常多的水分 这时候我们再稍微翻炒一下 我们继续煎 煎到蘑菇不再吸出多余的水分 这时候来调味 放入适量的盐 来一点味极鲜酱油 然后我们再磨一些非常香的黑胡椒粉 喜欢的话我们多点一点 最后我们再撒撒新鲜的筋补换 翻炒均匀 到这里我们超级香的七鲜菇就炒好了 先放在一旁备用 接着我们来煮面条 我大概一次吃个三两 煮好的面条 我们先淋上一点点橄榄油 把它翻拌一下 接着把我们刚刚做好的七鲜菇 全部盖上来 满满的一大盘 看着就超满足 最后我们再淋上一点点味极鲜 把面条和菌菇都翻拌均匀 就可以开吃了 美味素食简单做 素食也可以有滋有味 喜欢的话关注小老弟 我们下期再见